欢迎收看2100整点新闻 我是杨宗燕 蔡总统提到的 新任大法官中被立委推爆 意识形态鲜明的律师 由博翔过去疑似教唆证人 做卫证 让法界是炸锅痛批 男居也质疑了 蔡总统坚持提亲信 当大法官掌控司法 是为了自己卸任后 能不被司法追溯 全身而退 获得蔡英文提名 大法官意识形态 浓厚的游博翔 被民进党立委苏志芬 和法官及检察官控诉 20年前云林的焚化炉案 游博翔律师竟然 教唆证证做违证 还被法官逮个证着 教唆证人做违证的人 今天居然要到上面 做最高位当大法官 请问叫下面的法官 叫下面的检察官 未来要怎么办事 游博翔说这是捕风捉引 但连绿营反弹声让 都排山倒海 而除了打马汉 这样形态招的太太之外 蔡英文坚持提名游博翔 名嘴踢爆 不只是因为他上街头 去挺太阳花 这么简单 他就是私焉案的辩护律师 这么一个对蔡英文 忠心耿耿的人 蔡英文怎么会不重用 不报答 在蔡英文的底下 阿猫可以当大法官 阿狗也可以当大法官 游博翔这个 没有一天当过法官 也可以当大法官 只要你去附和这些年轻的 帮民进党征集到选票 你就是变成太阳花里面的英雄 林徽环零九万 你就被提名大法官 那你何德何仁呢 在野党警告 15位大法官 若全面掌控司法下场是这样 他有全部是他干掉的 太可怕了 田瞻计划 军工叫年改 莱猪要不要吃 所有的案子 一面倒都是民进党赢 都是在野党输 在野党更担心 主张贝死的游博翔 当大法官 会不会彻底执行蔡英文意志 未来判死刑都变成危险 总统拼命掌控司法体系的原因 在哪里 他根本就是蔡英文的保镖 未来蔡英文卸任的话 大法官群里面都是他的人马 保他万年无忧 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都是他的表姐夫 蔡英文很清楚抓住司法 其实也是保自己 将来卸任以后 他不必像马航九这样 每天在跑法院 小英卸任前 坚持连大法官都要绿得整整齐齐 当初投给蔡英文的民众 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种结局 记得张要辞去过好SNG小组台北报道